大家晚安 我是吳姐 今天這集是大家敲碗敲了很久的 終於要開始來幫我的猴子島佈置啦 那我這座島打算以叢林峰為主題 來打造適合猴子們居住的環境 首先我要從機場的出入口開始佈置 如果大家想該島不知道從哪邊開始下手 我一律都建議從這個地方開始著手喔 可能已經有人發現到了 我機場前面有一小塊地好像鋪過馬路了 沒錯 我已經佈置好了 我先帶大家去看看完成品 登登~~這就是佈置後的樣子 除了樹林以外出入口的部分 我使用了大量的石頭系列家具 其中包括石拱門 各種的庭園石 可以在上面擺物品的石凳子 石水盆 石碑 跟石燈籠 甚至大佛的頭像以及摩愛像之類的 石製雕塑品也都派上用場啦 接著再準備各種大小的針葉樹 以及適合擺放的植物 接下來就是佈置的過程啦 在決定好要放置哪些石頭家具後 把可以改造的都改成青苔石 這可以讓這些石頭家具更融入在叢林裡 第一步放置最適合當作出入口用的石拱門 但不要讓它貼著橋頭 而是空出一格的空間 接著再多出來的一格空間中 左邊放置石凳子 右邊放置低矮庭園石 石凳子上方可以擺放物品非常好用 在這邊我放一個青苔球當作裝飾 接著我們把大佛頭像放在正中間 調整到合適的位置 並在頭像兩側放置改造成青苔石後的石燈籠 莫名的就有一種異族宗教感 再來擺放改造成青苔石的石碑在門口旁 石碑上的文字與我的改造主題不搭 所以我選擇使用石碑的背面 另外在左側放置一個常見的庭園石 因為晚間改島有點暗 所以我將時間調整為早上來繼續改造 接下來我要鋪一大塊的泥土地 營造一種這邊是有人在走動的通道桿 再來我要種植一些樹木在四周 不要忘了我們還是要以叢林風為主題 左邊放置針葉樹M 在大佛跟左邊石燈籠之間 也種植一顆針葉樹L 右後方再種植一顆完全體的針葉樹 像大佛頭像與右邊燈籠中間還有一點點空隙 我們放置一個青苔庭園石來填補 再調整一下畫面看看是否需要修正 接著把左側加強佈置一下 放置一個地愛庭園石以及一張石凳子 石凳子上面再放置一盆綠色的火荷花裝飾 放一個青苔石石水盆 來填補左邊門口的這點空間 右邊通道有點空 再種一顆針葉樹S在轉角處 另外找個灌木種在低矮庭園石旁 我們也可以種一些針葉樹的幼苗來當叢林的裝飾 裝飾好後我們再來調整試點 看看有沒有哪邊需要加強的 發現到左後方還是空空的 於是我又種了一顆完成體的針葉樹 並在針葉樹前放置一個青苔庭園石 這樣左邊整體看起來就好很多了 另外我們為了不讓剛種下的SML針葉樹成長 我們必須在牠們的周圍種下果樹的幼苗 這樣才可以阻止牠們繼續生長 如果用一般的針葉樹以及闊葉樹 或者是椰子樹苗 都沒有辦法阻止牠們繼續生長 這點再請大家注意一下 接著我們看右邊還有很大的空間 很適合把準備好的兩個摩礙象給擺出來 佛像叫像摩礙象剛下飛機的人 看到這一幕一定會以為進入到一個 崇尚奇怪宗教的部落 右側轉角的小空間 放置高聳庭園石來裝飾 再把路往摩礙象的方向鋪過去 鋪到一半阿一來幫我物理上的加油了 鋪好後我們再來看看還有哪邊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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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這裡好像空了一個空間 我再放個高聳停泉石來填補 跟低階停泉石超級搭配的 這樣就完美啦 右邊的道路上我們再來加強佈置一下 通道轉彎區我再種植一個針葉樹L 這邊我剛有鋪一塊半圓形的D 剛好也可以擺放一個DI停泉石在這裡 前方的轉角處放置針葉樹M 就不會擋到後面的風景啦 最後在魔礙巷旁邊再放置一個常見的庭園石 這樣機場接待處就完成啦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具有神秘氣息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運用石頭家具的擺設 下一次我會繼續往右邊改造 我要大大的來佈置遠人的家 那我們下次改導師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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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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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